他现在就是给我 填上标签了 他就觉得我就小心眼儿 我就是爱吃醋 我现在就是已经形成 一个条件反射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不笑 他就觉得我给他摆脸啊 我就冷暴力 因为我不能一天 他就笑嘛 说到这个信任 还有一次就是 当时我们俩在一块吃饭 然后他去厕所了 他拿同事给他打电话来之后 我还很尊重他 我屁点屁点拿着手机 去厕所门口 我说你同事来电话了 你接不接呀 然后我说没事 你接吧 然后我接下来之后 关键是那个男的说的话 让我很生气 说今天晚上出去吃个饭吧 就咱俩 我说我是男朋友 然后你有什么事 让我转达吗 我还很客气地跟人说 我说你们这什么毛病啊 一个拿起手机给人回 对微信 一个拿起手机接人电话 因为是我经过他同意了 我经过他同意了 那同意不就没事了吗 这有什么呀 所以关键是这个男生 他以前也跟我说过 说这个男生追过他 是对他有意思的 我说那你没跟人说 你有对象吗 就是我之前我那个公司 就是我全公司 包括我们公司领导 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男的也知道 因为他当时他非要我 当着他面 然后就是用他那套理论 去跟我这男同事说 在这儿你至于吗 人家就是约我出去吃个饭 吃不吃 没有啊 没有 今天因为我们吵架 说他没去啊 我当时我就说 和他没什么事 那你守我的面 给人的男的做个解释吧 你给人打个电话 能怎么着了 他就不愿意啊 就因为这个事儿 让我很生气啊 你气什么呀 我就觉得我这儿 作为正盘男友 我都没有存在感了 你挂我电话 不给我微信的时候 你咋说没有存在感 那可能这个事儿 是我吃醋了 但是我这不是 也是在乎你啊 那你现在知道在乎我了 你挂电话的时候 咋不说了呢 再说他前女友 跟他分了好长时间了 还留着那照片 留了38张的 你也数啊 那上课里不显示吗 显示38张 然后我也没有管他 他自己处理的 为啥没说 不是 他不提我都快忘了 那是我初恋的照片 然后当时我是存在空间里 当时我也不玩了 然后他刚是 玩我去修理的时候 看到了 我说那行 那我手里面删了呗 我手里面删了 他就因为这种事儿 跟我争吵 我们俩一吵架 你千年怎么能招 我跟你说主任 还有一次就是 我朋友来 人大老远的 从广州那边来 然后他是我一个 好哥们的女朋友 我们三个都互相认识 因为以前也是 一块工作过 然后当时学了说 那你来我山东 是吧 我做的地主之一 在你走的时候 给你带着特产 但是在他眼里 就吃醋 这吃什么醋 就像这种小事计较 我就特别纳闷 因为当时这个事 是这样主持人 就是我前两天 刚跟他说 我说我要买口红 然后他前脚 刚跟我说完没钱 后脚就给人 别人的女朋友 去买一堆吃的 他当着我面给人 你说他提前没跟我说 给他好朋友 不是带给他好朋友吗 不是 是给他好朋友的女朋友 我是冲着那个男的 才给人这个女的礼物 我感觉这个事 就是单纯地处理一下 人际关系 你不是进地主之一吗 对 我进地主之一 那这个地主之一 是不是应该你来进呢 关键是他骗我 如果提前告诉我 还要买 其实我觉得 我很乐意让他买的 但他没跟我说 就为这事也吵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面子 然后不在乎 好 还有别的什么 让你们说服的事吗 还有就是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 从大学到现在 一直是我单方面的付出 为啥这么觉得 因为不管是 过一些今天日 他的生日什么了 我都是去精心准备 然后反而在我身上 我没有感觉到 他为我准备过什么 你都怎么给他 精心准备的 比如说我 罢了 我们俩在一起的照片 打了将近三百来张 然后我当时就把 我那个卧室 就全部照片贴到了墙上 然后还专门 从网上订制了 那种DIY的表白灯 然后想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对他来说 那天晚上回来 就是看了一眼 没什么感觉 其实我这个人 比较内敛 我也不太会表达 我就觉得对他好 我就做 但他就觉得 我没有付出 就包了他那手表 就是我提前攒钱 就是为了他生日的时候 给他个生日礼物 所以男生觉得 女生虚冷 是吧 对 关系的是他现在 他不愿意去跟我沟通 他有什么事 他憋在心里他不说 不是 那你愿意 跟他沟通吗 对 我一直是在 跟他沟通 一直是 我都已经到现在 我都感觉 我就是在对牛弹琴 他老说 就是我不跟他沟通 他现在他根本 就不跟我沟通 他老是挂我电话 经常挂我电话 不回我微信 这不就是沟通吗 我现在跟他 我感觉是有带勾了 你知道吗 一开始 我们俩刚谈的时候 他说他没安全感 行 那我把我身边 所有就是异性关系 我全给断了 我该删了全删了 我现在我感觉 我是为他做的 已经够多了 我现在连找个工作 我都先考虑了 是他有没有安全感 不是 你们指的 这安全感是什么东西呀 因为他就是爱吃醋呀 就觉得我身边女生多呀 我就感觉 很可笑 你身边女生多吗 以前是挺多 那你发心吗 我不发心 那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我也是问他 我说你来安全感 怎么样才能给你 我的天哪 你们不是谈恋爱 你们是做学问的啊 来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助这个年轻的小情侣 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稳缺 安全感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但是其实它是 细化到生活当中 它又是特别特别 我尊敬的长辈 那我肯定是要等 对方先挂电话的 这是一个个人习惯 但是在女生而言 她的理解就会是 你不爱我 你不在乎我 你不尊重我 因为你会把我 这个概念放得 非常地大 然后以自己的 这种规则属性 去要求身边所有的人 所以这也是 你要检讨的一个问题 把自己的规则属性 自我的地方 说得小一点 好吗 好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